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说电影 今天喵妹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超市夜未眠》 故事开始男主本分手了 如同收获现场,女友不断训斥着 但他似乎一点都听不进去 只是回忆起两人这些年的点点滴滴 分手后本一想念女友,致使他再也无法入眠 可才过了一个星期,女友就有了新对象 每天夜里都睡不着的本 为了不浪费每天多出了三分之一时间 在超市找了一份夜班的工作 有一天,本忽然获得了定格时间的能力 他第一时间弥补了自己宋苗客上的遗憾 客上的人体模特永远是爱方屁的大叔 他解开所有定住的女顾客的衣服 拿起画笔在纸上挥好起来 然而亲扣手指,一切似乎从未发生过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本一女同事沙伦吃面包时的可爱模样 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宋苗的对象也由众多的女顾客 全像他一个人 唯一不同的是,本从未解开过沙伦的衣服 同事大嘴抢先约到沙伦一起吃饭 还经常跟他吹嘘,柴鱼饭后的没羞没臊 本件次也不好意思再约沙伦出来 只是默默的喜欢 正像好胜的超市经理 要求他们参加一场足球联谊赛 最后却以0比26的大逼风落败而告终 经理自己还被球砸得满脸是血 由同事大嘴送往了医院 而护送沙伦回家的任务则落在了本身上 本在沙伦口中得知 大嘴所说的都只是吹嘘 同样诞生的两人互相倾诉了咳嗽的梦想 听闻本是个画家 沙伦还不令他的赞赏 回到家门口 沙伦主动献吻 分主的本信心躲开 只献在了脸颊上 吃了这么大的败仗 经理打算开个派对转转运 绕起了超市所有员工参加 见本答应当男伴 沙伦兴奋的抢吻了他 这一次本并无可避被郑重把心 沙伦的吻打破了本睡不着觉的魔咒 他一早睡到了大中午 直到被电话吵醒 画廊主编看上了他投稿的画作 准备为他办画展 本被脱弱起来的幸福砸晕了 这可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殊不知在电话的那头 是他的同事在恶作剧 本和沙伦如今出现在派对上 没想到前女友也在 还莫名其妙的逼他抢吻 而这一幕正好被沙伦撞见 修奋了他转身欲走 本立刻定格时间 在他旁边想了两天 也不知该怎么解开这个误会 最后只能由着沙伦离开 无论他怎么说 沙伦都听不进去 他心灰意冷的离开 带着画作却与主编见面 得知主编没有联系过他 本才知道被耍了 但是看过本的画作之后 主编觉得差点凑过一个天才 立即给他办起了画展 沙伦出现在染染上 看到的全都是自己的肖像画 每一副都栩栩如生 一时间胜过本说过的千言万语 沙伦感受到这份沉甸甸的爱意 马上就原谅了他 最后本带着沙伦进入了时间定格的世界 静止不动的雪景 比起雪花飘舞时更加浪漫 两人拥吻在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说你可以让时间加速 也可以让它减慢 你甚至可以让它暂时停滞 但是时间不能倒流 赋水不可回收 所以珍惜时间 在来得及的时候 向着你值得一生去爱的人 说出来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